第一個你先下載 第二個的話它會download在這邊 那我把這個直接搬到低碟好了 直接把它移動過來 就是我下載之後的話 然後把這一個 通通都丟到我的低碟 所以我剛剛本來是有勞把它砍掉重來好了 那特別注意說這個環境是for PHP的 它就不能拿它來做開發那個Java或Android 當然很像可是不相應該是不相通的 它是針對PHP是去設計的一個開發環境 另外第二個是它是一個開放軟體 就是說它沒有費用的問題 所以不像說Visual Studio 如果你要用微軟那一套的話 你要額外付費的問題 那也就是因為它是開放軟體 其實這樣就是免費軟體 所以難免當然也沒有商業軟體那麼好用 因為商業軟體畢竟它是跟你收錢的 所以收了錢給你不好用的東西 當然也會有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下載下來之後 你就把它搬到你的低碟 因為我們的低碟是不會還原的 所以基本上就沒有還原的問題 這第一個你先準備好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還要設定在我們的伺服器裡面 確定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的這個目錄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PHP01 因為我剛剛建立專案有沒有 專案名稱也是PHP01嘛 那專案名稱跟這個一樣的話 它就自動會幫我把這個目錄裡面的PHP程式 幫我載到有沒有Eclipse裡面 如果你的像剛剛有同學好像在這底下 那個不是叫PHP01 也許叫PHP 你就要改成PHP 所以那個專案名稱跟這個資料夾的名稱 請設定成一樣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要特別注意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要設定除錯的話 請記住喔 還有一個地方要設定哪個地方呢 我們回到那個上一層 在PHP裡面 這個有個有沒有 在那個我們的伺服器 裡面 會有一個目錄 叫是PHP 那這個PHP裡面有個設定檔 這個設定檔的話 名稱也叫PHP.ini 打開來 往下找一定會有個叫PHP.ini 這個 那你可以直接打開來 它通常會用那個記事本打開吧 OK打開了 那請記住喔 這個PHP的那個設定檔 在最下面呢 會有一個就是設定 你要用什麼東西來做 Debug 那它的Debug預設是用Xdebug 那其實我們就用預設的就好 可是呢 它前面有分號 已經把它怎麼 把它註解掉了 就是說呢 這個東西不值錢 也就預設它是不讓你用 Xdebug 做除錯 那怎麼辦呢 其實 不用擔心 我已經幫各位 設定好了 你可以再到那個雲端上面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 PHP.ini的那個 修改 開啟 Xbox模式 就這個 它的位置 其實是在雲端白板 就是這個的那個 的旁邊 在這裡 然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把這個打開 好 最好是彈出啦 這邊有彈出視窗 然後呢 請記住 把 把這個 這個 這個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 Xdebug的下面 全部複製 Ctrl C 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的那個 這個 一樣位置的下面 點Enter一下 把它貼上 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會啟動什麼 啟動那個 我們的那個 Xdebug模式 OK 你就把它儲存起來 儲存 再關閉 好 再來的話 記得一件事情 請你把你的那個 Samp control 如果說你那個 制服器有沒有 最好是把它 它 STOP STOP 然後 我不先確定 如果說這樣還不行 再把它START一下 我不太去 因為我印象中好像這樣就OK了 如果實在不行的話 你就可能要再怎麼樣 把它跳離 再啟動 不過印象中應該是 START 然後就是停掉 然後再開啟 這樣就OK了 好這個地方是有關那個 除錯的那個環境設置 設置好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去開啟什麼 開啟我們call到低碟底下的這個 就是 Eclipse的環境 打開來之後的話 所以call到低碟 然後設定 INI 設定 INI 設定好之後的話呢 注意幾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的 Workspace 這個路徑我想應該就是 你要記得 因為我們是放低碟 所以你這個低碟底下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按確定 OK 好 第二個就是 再到那個 開啟之後 再到上方的那個地方 New一個叫做 PHP project 名稱的話 記得就是對應到什麼 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 對應的路徑就是 這個底下的 PHP01 所以我們專案名稱的話 就取叫做 PHP01 你要對應到 不然的話 兩邊是不相通的 好打開之後的話 再來 這邊已經有了 把它刪掉 假設我這邊把它砍掉 可能它有 已經有 這個不能死 OK 好 那如果說我要鍵的話 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PHPproject 那名稱的話就 PHP01 這個時候你要確定一件事 就是說 這邊的路徑 有沒有要指定的到 不然的話 他將來 不會幫你把你原來的那個PHP 給載進來 按Finish就可以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在旁邊這邊會有個小箭頭 你把它展開來 你就會看到你之前寫的東西 那比如說六知識的話就在這裡 好 這樣就OK了 如果有RUN碼 記得在上方按右鍵 Property 裡面 把這個改UTU8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第一個步驟了 但是 現在 如果你RUN應該是 這個RUN RUN這個應該沒問題 它應該可以執行到這邊 如果你這邊有看到的話 恭喜你 你這個 Eclipse 是可以 可以幫你做事情 而且可以連到 Server 但是 現在如果你按除錯的話 如果你設中斷點 它應該是不會停下來 比如說這邊設有好中斷點 我這邊把它執行起來 你會發現奇怪 它沒有停 有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 還有一個 最重要的設定 等一下再講好了 OK先到這裡好了 不然我怕太多動作 我是做得很順 但是你們可能會 光一個 每個地方 沒跟上 你可能 這個好像在 考那個 記憶力 大挑戰 畫面先 換給各位一下 所以我發現這個每個地方 都是要考記憶力 所以你記憶力不好的同學 要學這個 程式 設計 好像是一個問題 還好啦 影片都有錄下來 所以你沒關係 把它暫停 然後再 多做個幾遍 應該 應該也可以跟上 不過你會發現 雖然這我才講大概幾分鐘 可是我花了好多天時間 才把它 設定OK的 這裡面 我沒有人可以問 真的 找了全世界 連那個印度影片 都去看了 印度人 很多 但是 照著說還是不行 我快 快要瘋掉了 我想說 每一個好的除錯環境 我怎麼去寫 物件導向的程式 一定是有問題的 可是很奇怪 台灣怎麼會找不到 有人 也有人分享 可是我用它的方式 就是設定不出來 就是會像剛剛一樣 一跑 就停不下來 他有裝別的東西 他有 他們有用其他的東西 但是我用他們的東西 就是會卡住 後來我就找了一個 比較簡單的方法 一樣可以除錯 不需要去設定很多東西 他好像有裝一些外掛 可是那個外掛 可能是不是版本的關係 不相容還怎麼樣 反正這個如果 將來你們有興趣的同學 你也可以去 Google那個關鍵字 就是那個PHP 空一個除錯 或者PHP 空一個debug 也會有很多 空一個東西 就可以花很多時間 但是 我這邊是已經整理 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案 OK 你們先試著把剛剛的部分 先 環境先設置好 那這個好處 就是說 以後呢 你的程式 就可以停下來 讓你慢慢去 check說 到底哪裡發生錯誤了 如果你不會這一招的話 你要 除錯一個程式真的是 非常非常麻煩的事情 還是可以 可是很麻煩 以前的人都怎麼 出錯呢 反正我就把裡面的紙丟出去丟出去丟出去 丟出去 所以很多地方 Echo這個 Echo這個 一直Echo下去 或者把那個 那個陣列通通Echo出去 也可以出錯啦 可是那畢竟不是好方法 像最早 我們也是這樣 沒有好方法怎麼辦 就一直把裡面可能會出錯的那個變數丟出去啦 但是那個 畢竟不是 這個 長遠之氣啦 好方法